為什麼要戶技重施啊 涉嫌尖殺陳姓女魔 嫌犯陳宇被帶出警局時 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看起來相當冷靜 而這也不是她第一次 因為性侵案進出警局 2013年陳宇透過網路邀約 15歲少女性侵得逞4次 被依妨害性自主起訴 2016年12月以15000的價碼 邀約外拍性侵未遂 2017年則是陳姓女魔遭到尖殺 由於嫌犯的老家 就在案發現場旁邊的大樓 所以她是相當熟悉 這邊的地理環境 而在12月初的時候 嫌犯陳宇也曾經以同樣的手法 約另外一名被害女子 到這個廢棄商場意圖性侵 同樣的手法 同樣的地下室 都是在網路上夾接外拍名義 等被害人上當就下手 甚至在案發後 還拿死者手機 邀約另一名黃心女魔 當時女魔問她真的有拍嗎 對方回答有 我也是剛剛彩排完 還說她人還不錯 但這時候 時間已經是下午3點28分 當時陳姓女魔已經遇害 嫌犯還莫名又騙 情侶黨聯手殺人 意思不只有單一事件 24歲的陳宇 本名高婷宇 後來改漢媽媽姓 而且明明已經結了婚 梁思慧只是她的小三 她還不滿足 把性侵當作癖好 另外大大小小的前科 通通有衛生局地檢署 至少通知她17次 陳宇從來沒有到過 四處逍遙遊 根據法務部統計 全台性侵通緝犯將近500名 有27個人未登記報道 而這500件當中 就有327件是網友性侵案 侵犯不知悔改四處犯案 還跟小三 聯手設計不同女魔 殺人後還能逛街玩樂 冷血至極 讓人不寒而栗 記者季冠宏 李宇靜台北報導 並不寒冷血至極 谢谢大家